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贝莱财经 对中国疫情爆发升级的担忧成为了市场关注的主线 同时加剧了对美国经济增长的不安 周末 北京的病例激增 而包括上海在内的其他人口密集城市 最近也在努力应对新的感染浪潮 这不仅打击了当地的需求 而且还造成了物流中断 和该地区内外广泛的供应链中断 即使经济活动将在年中逐渐正常化 但对经济增长的严重损失似乎已经不可避免 与此同时 密集的企业财报将吸引投资者的注意力 截至目前 约有五分之一的标准普尔500指数公司 已经报告了第一季度的业绩 其中有79%的公司盈利高于胡尔加的预期 而69%的公司销售超过预期 但是 预期盈利增长是近两年来最慢的 可口可乐公司早盘发布财报 第一季度销售额和利润超过了华尔街的预期 主要是该饮料巨头品牌组合的广泛增长提升了业绩 这里其实主要是可口可乐将饮料装入小包装的策略 由于通货膨胀 散装包装加上小包装的策略 可以以更加可承受的价格出售 调整后的营业收入比去年增长了16% 达到了105亿美元 高于98亿美元的共识预期 全公司的单位销量增长了8% 增长最突出的是公司的营养果汁 乳制品和植物饮料部门 单位销量增长了12% 在底线上 可比的每股收益达到了64美分 而预期为58美分 可口可乐公司说 它预计全年的商品价格通胀率将在中间的个位数百分比 它还预计其在俄罗斯的业务暂停 将对全年的单位销量产生1%的影响 并对净收入和营业收入产生1%至2%的影响 公司CEO表示 尽管本季度业绩强劲 但风暴随时会出现 该公司在第一季度 基本上经受住了通货膨胀的挑战 并维持其前景 注意 美元走强对跨国公司必大于利 对于第二季度 可口可乐公司预计由于外汇的影响 会有4%的逆差 另外 需要注意是来自税收的风险 美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税收变化 这对可口可乐公司并不是件好事情 毕竟可口可乐公司在海外的业务是相当的庞大 而且基本不可能回流美国罐装生产 当年 乔布斯有一句名言 你是想卖一辈子糖水 还是跟着我们改变世界 这句话是被认为旧工业时代和互联网时代的一个风水岭 而苹果和可口可乐 就是这个风水岭的两大代表 可口可乐公司具有永恒的需求属性 一次性加上重复性的消费习惯 负利效应 版权垄断 特许经营权 规模优势等 可口可乐其实与一般的饮料公司不同 它自己不直接卖饮料 它的收入大部分来自于卖浓缩可乐原浆 可口可乐公司把浓缩原浆卖给各种各样的装品企业 这些下游企业配上糖浆 水 贴上商标制成可乐出售 由于每个地方的水质 糖浆类型 加入的其他成分不同 所以世界各地的可乐味道也不一样 可口可乐通过卖浓缩原浆 方便管理库存 运输 封销 而且毛利率更高 通过这种间接控股 可口可乐全球员工从鼎盛时期的15万 到现在估计不足4万人 省下了不少人工成本 总体而言 虽然可口可乐不会大涨 但却让人比较安心 加上几十年来稳定的分红 属于防御型股票 所以对于稳健型投资者来说 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马斯克收购有戏了 据华尔街日报消息人士表示 推特的董事会态度出现了转变 高管们现在正在重新审查收购邀约 双方正在讨论一些细节 包括完成任何潜在交易的时间表 以及如果协议签署后破裂将支付的任何费用 讨论是在周日上午的推特董事会会议上进行的 马斯克获得465亿美元的融资承诺 是董事会如何看待马斯克先生 每股54.20美元出价的转折点 使该公司的11名董事会成员能够认真考虑他的提议 协议还没有最终达成 可能还会有风起 但最初看起来极不可能的交易 似乎重新充满了希望 威德博许的分析师周日在一份说明中写道 华尔街很可能将推特董事会 对马斯克先生的出价持开放态度 视为推特作为一家上市公司的结局 马斯克现在很可能走上收购该公司的道路 除非有第二个竞购者加入 推特将于周四发布该公司的最新财报 外界预计 届时该公司将对马斯克的收购邀约进行讨论 据路透社报道 董事会内部部分股东 人希望推特向马斯克寻求更好的报价 认为当前马斯克提出的 每股54.20美元的全现金收购价 报价过低 特别是一些长期股东和指数基金 持有推特股票的比例较大 他们对股价的预期较高 部分预期为每股60美元以上 之前科技股价值大跌 使得收购多了一些可能性 对于这场大戏 又引入了新的外部势力 美国国会的共和党人想要插手收购案 要求推特留好与马斯克之间的各类通讯 文件和信息已被日后调查 注意 在马斯克465亿美元的融资计划中 125亿美元来自抵押特斯拉股票给银行 而获得的高风险保证金贷款 但如果特斯拉股价下跌40% 马斯克将不得不偿还这笔贷款 不少特斯拉股东担心 马斯克可能因在SpaceX担任CEO 或对收购和改造推特感兴趣而分心 更大的变化其实是马斯克的薪酬计划 大家都知道 马斯克本人没有工资或者奖金 他的薪酬是用股票期权来支付的 数据显示 上周三财报后 马斯克在过去一周 刚刚获得了其中2530万份期权 接下来还有840万份期权 可能是在该公司发布 第二或第三季度业绩之后 一旦他获得了这些额外的期权 马斯克将用完了2018年 从特斯拉获得的补偿方案中 可用的所有期权 问题是接下来还怎么办 给更多的期权吗 马斯克本人在上周三的 投资者电话会议上 违避了这个问题 很多分析师认为 特斯拉将为马斯克提出 另一套期权方案 目前预测 这个计划将是大规模的 或许会有一个5到10年的 行丑方案 就像2018年的计划一样 马斯克近日表示 自己创建了三个独立的控股公司 名为X123 所有公司的成立 都是为了直接或间接地 收购推特或与之合并 这些文件都将该计划 称为X计划 当然也不乏有分析猜测 认为马斯克日后将电动汽车巨头 特斯拉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隧道公司和神经科技 与脑机接口技术公司 整合到一个母公司旗下 垫定的基础 当然 基于马斯克额外的期权 对特斯拉来说是有成本的 尽管这是非现金补偿 但在特斯拉的损益表中 显示为一项之处 去年特斯拉仅与马斯克薪酬方案 有关的支出就达5.71亿美元 无论结果如何 新的方案肯定会招致批评 但它的流任会让市场更加放心 当然不少人也表示 如果以后推特和新链 都掌握在马斯克的手里 想想都恐怖 马斯克帝国要诞生了 作为疫情后受益股 5月旅游客流 获达上半年最高值 旅游业获迎来较好的反击 其中 航空股最近表现不错 整体看来 在经历了两年 和疫情相关的衰退之后 航空领域的需求 似乎正在逐步复苏 回到疫情前的水平 然而 不断上涨的劳动力和燃料成本 仍然可能会对 未来几个季度的利润率 产生影响 这使得该行业的前景 仍然门上了一层阴霾 从数据来看 航空需求仍在不断提升 尤其是美国进入春季旅游旺季 拉升了航空公司的营收水平 尽管后疫情时代的国际旅行需求 尚未完全恢复 但是随着全球各国各地政府 陆续开放限制措施 以及旅行者获得更好的体验 国际旅行需求也将会逐步复苏 美联航预计 将会在二季度和2022自然年恢复盈利 其一季度仍亏损14亿美元 总营收为76亿美元 较2019年第一季度仍低了21% 数据虽然不好 却是好事情 说明还有不少的潜力 美国航空也预计 今年将实现盈利 第二季的营收将回升至2019年的水平 不过在需求提升的同时 美国航空公司的运力 一直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取消航班数量 延误数量都在增加 除了天气因素之外 也有人缘短缺的原因 不过这个问题应该会逐步得到恢复 国际航线正在不断的恢复中 除非疫情出现重大变化 最后呢 就是成本问题 眼下无论是燃油费 还是人力成本 都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 达美航空是少数自身 拥有炼油厂的航司之一 炼油厂有助于其对冲燃油成本 总之后疫情时代 航空业有望迎来全面复苏 对于已经因俄乌事件 通胀飙升等因素 遭到重创的美国而言 鲍娃尔的最新鹰派言论 无疑为其注入了新的波动 目前交易员认为 美联储5月加息50个基点的概率 升至99.8% 5月若实施50个基点的加息 将是美联储自2006年以来 首次在两次相连的会议上 提高政策利率 而加息50个基点 将是美联储自2000年以来 首次采取此类行动 好消息是 目前市场已经销坏了 美联储言出必行的这一事实 而不好的消息是 虽然美联储立场阴盼 但债权市场显示的 长期通胀预期仍在不断上升 另一个通胀数据 美国十年期通胀保值国债 损益平衡通胀率 本周也大幅上涨 突破了3.03% 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高 这个将导致加息会议上 或许会出现更加恐怖的鹰派言论 利率上涨中 还是需要关注银行股 这里观察的重点指标 是看收益率曲线的走势 如果趋平或者再次倒挂 银行的前景也可能发生变化 但总的趋势不变 美国银行是首选 其他都可以考虑 如果怕个股爆雷 可以逢低买银行类的ETF 另外 黄金正好是相反的 黄金有点青睐收益率曲线的倒挂 一般而言 在收益率曲线倒挂时期 金价就均出现上涨 近日 暴跌的日元 越来越受到交易员们的关心 日元作为全球交易量 第三大的货币 是全球金融的关键一环 市场担忧 日本作为美债的最大的海外购买力量 随着日元兑美元 暴跌至20年来的最低点 或将在太平洋对岸的美国 引发蝴蝶效应 这种暴跌可能会削弱 日本对美债的需求 将来导致美债收益率进一步伤心 同时 引发亚洲货币的竞相贬值 对于全球金融市场而言 是个越发受到重视的问题 关于日本 近日还有一个话题 乌克兰政府官方推特 发布了一则关于俄欧冲突的宣传视频 视频中将希特勒 莫索利尼和约人天皇的照片 放在了一起 相提并论 这种做法遭到了日本的抗议 随后不久 乌克兰政府公开道歉 乌克兰无意冒犯日本人民 我们已经纠正了这个历史错误 媒体评论 真的是越抹越黑 越黑越抹 历史难道出错了 是不是二战发动者之一 难道还成了受害国 看来在某种时刻 历史就是任人打扮的丑八怪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财报季 视频会比较频繁 时间也会相对缩短 不要对抗美联储 一直是华尔街的座右铭 美联储加息步伐会比预期的更快 对于今年无处可躲的投资者来说 这很难让他们感到宽慰 今年传统的60%的股票和40%的债券的投资组合 对通胀和利率上升提供的保护作用几乎没有 本周 美联储按照惯例进入静默期 投资者将从中得到喘息 同时 与市场走势形成鲜明对比的事 美联储政策立场的实际调整幅度很小 目前都是预期管理 没有人能够预测市场什么时候见底 也没有人能够精准抄底 俗话说 永远满仓 永远热烈盈眶 永远不要满仓 就是给自己留有余地 弯腰捡钱的机会正在向我们靠近 最后 祝大家操作顺利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 希望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